我们把荧幕 别做自信 荧幕 不爱 现象的发挥 现象发挥 不爱荧幕的 如如不动 荧幕上真的 什么都没有 这什么都没有 要看从画面上看出 荧幕上什么都没有 像是假的 荧幕是真的 真假在一起 真忘不耳 忘不爱真 真不爱忘 无量解释怎么先进的 是一念一念 累积的 实际上只有一年 这是真的 有没有过去 没有 这一念有 有这一念 从一念里面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这一念如果断掉了 停止了 一念停止了 过去 过去 现在 现在 未来 都没有了 真的 就像我们看电影 我们在荧幕上看电影 我们知道 荧幕上 那个画面 是一张一张 独立的 幻灯片 在灯光之下的 投影 一秒钟 一秒钟 它的速度 二十四张 张张不一样 你现在看的画面 画面就是现在 这一张的影子 如果这个画面断了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都没有了 因为有这一张 它继续不断 在那边 连续的这个现象 你知道有过去 知道有未来 它是个幻象 它不是真地 离开这一念 无量节没有了 哪来的无量节 因为有一念 才有无量节 因为有无量节 才有这一念 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要知道 这一念 那个 利用不可思议 现在讲功能 它的功能 太大太大了 那一念 欢迎观上 给我们讲 三种周边 一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 精神跟物质 是一体的 这个观念 非常重要 整个宇宙 是一体的 我在宇宙里头 你也在宇宙里头 我们都是一个 生命 共同体 不但你我 在这里面 所有一切人物 都在里面 所有一切动物 都在里面 所有植物 花草树木 也在里面 山河大地 也在里面 包括无量的星球 还包括许多 不同维持的空间 都在这一念里面 这一点 可不得了 所以这三种周边 你看第一个讲 周边发界 能量 信息 周边发界 第二呢 出生无尽 你能够见得到 你能够闻得到 你能够接触得到 你能够想象得到 全在里头 无量 无疏 无尽 无边际 就是那一念 是宇宙从一念当中 生出来的 全是一个 共同体 这一念断了 什么都没有了 断掉 断掉就 回归自信 回归到 用白法民们来说 回归到 无为法了 前面94法 都是有为法 有为法是 阿赖也会出 阿赖也变的 卓安八十 臣四肢 就回归到 无为法了 四肢是什么 四肢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上讲的 智慧的响 一切众生 借由 如来智慧的响 如来智慧的响 就变成 四肢 菩提了 但这四肢 是什么 迎而不显 就是 慧能大使 坚信的时候 所说 何其自信 本质具足 所以 他能生万法 万法 回归到自信了 他不生万法了 那就是 本质具足 本质具足的时候 是隐 你不能说他没有 他什么都不是 不能说他没有 能生万法的时候 行 行事出来了 行事出来了 你不能说他有 为什么呢 刹那生命 不是真的 你一定要晓得 有就像 电影 荧幕上的 画面一样 有没有 有 是不是真有 不是真有 画面上的现象 跟自信 没有妨碍 自信是什么 我们把 荧幕 别 别做自信 荧幕 不爱 现象的 发挥 现象 发挥 不爱 荧幕的 如如不动 荧幕上 真的 什么都没有 这什么都没有 要看从 画面上 看出 荧幕上 什么都没有 像是假的 荧幕是真的 真假 在一起 真忘不二 忘不爱真 真不爱忘 没有障碍 我们要学会 这一点 这叫真修行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阿 你 陶 佛 佛 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